是大直重劃區 11日釋出第一筆的地上全土地 就是我背後這一塊 約170坪的住宅用地 以9288萬元標出 而背後的得標者 竟然是一位30歲不到的年輕人 規劃是單層是雙坪 或者是三坪的格局 講起未來蓋房規劃 好認真 77年次的角正志 畢業於中興大學歷史系 房地產界對他相當陌生 談到這9000萬的投資 卻讓大家好奇 矯正著究竟拿來的實力 爺爺奶奶或者是爸媽媽 他們出社會 其實我們並不是那種什麼 有錢人家的小孩 奶奶就會跟我們講說 如果有能力 也要能夠幫助大家 我們希望說能夠提供一個 年輕人他買得起 住得起的房子 強調家族是白手起家 還直至三年前開始 想蓋一棟年輕人 買得起的房子 但光是飆售土地就碰了三次幣 有時候就是會 看資料研究研究 然後就可能已經三四點了 我們常常標金都寫得蠻低的 因為我寫高的話 我成本就不符合了 那蠻多次沒有中的情況下 對我來講我覺得就是一個學習 只是新取得地塊地上權存續僅70年 加上持有稅飆高 以大值這塊土地光一年就得繳180萬租金 未來挑戰可不少 購買的人他負擔會不斷的增加 那政府這部分我覺得可能要再去做一些檢討 標得地上權只要9000萬 那麼下一步從蓋到完工 還有一條路要走 即使外界不看好也沒相信 但繳政治還是堅持要用自己的方法 打造自己的城堡 東森 財經新聞 六九星兩立 台北採訪報導